欢迎收看106年12月16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罗绍军 首先等您看到为了提升抗震防灾知识 高雄应用科大连续多年举办抗震大作战 今年主题是定定为极致来致震 共有来自全台24所高中职校 组成上百支队伍参赛 除了延续过去比赛规则外 今年是新增使用橡皮筋作为被动致震元件 希望借此鼓励学生发挥创意 朝抗震致震专业努力 掀开红布条耐震平台亮相 象征2017高雲大抗震大作战比赛正式展开 今年共有来自全台24所高中职校 115支队伍参赛 不同于以往 今年除了持续增加质量小球外 也鼓励参赛队伍使用橡皮筋作为致震元件 从致震角度评量模型究竟耐不耐震 我们今年除了质量小球之外 我们还可以增加让同学们可以在一到五楼 放三条橡皮筋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 要一条放一楼到五楼之间 第二条放三楼 第三条放五楼 或者三条也可以放在同一层楼 各种不同的搭配 强调的是同学们可以使用多元的方式来对抗地震 比赛竞争激烈 每队选手将作品摆放定位后 只见抗震平台上下左右不停摇晃 随着震度越来越强 有的模型一身倒下 也有的稳如泰山 完全不受强震影响 我们在住址或某些地方会有一些缺失 我们今天把它改进了 规则它有多了一个橡皮筋 那我们在学校有试过 发现如果加了橡皮筋的话 那个劳动的那个频率会更高 参赛同学他选一个质量小球 还有橡皮筋 这个元素他们可以选要不要加 加进去的话是可以加分的 然后它在模拟地震行为里面呢 一个例如说质量小球 它的一个制震的作用 然后橡皮筋它是一个强化建筑物的一个作用 除了比较学的模型 制震耐震够强外 受到同学欢迎的 桥梁变变变活动 今年也有14支队伍参赛 学生各自发挥创意 购买萝卜青葱等蔬果材料 希望让搭起来的桥梁 不仅具有趣味性 创意也能百分百 70公分 然后我们再去垫稿 然后做一个吊桥形式 然后因为圣诞节要到 所以我们想要应景一下 所以我们想要布置成圣诞节的情形 高应大抗震大作战 截至今年总共举办13届 参赛队伍接近2000队 参与师生更是突破1万人次 尽管竞争十分激烈 最后仅有少数队伍脱颖而出 但比赛过程中 同学们整合专业知识 及团队合作的精神 早已是收获满满 港督新闻张世民罗绍军 采访报道